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呃 路由器不管是路由器还是我们的NAS或者是说呃我们最近做的这个几个视频就是说网站的呃域名绑定的问题都可以用到呃还是比较实用的好吧那我们直接就讲正题吧呃就是首先我们呃上一期视频是讲到了我们建的一个站叫做这个站大家应该还记得呃就是 就是在群晖上面建的一个个人的WP地址我的群晖是192.168.292.168.1.111呃那个端口没记错的话是这个 好呃就这个网站呃但是这个网站现在还是处于一个呃就是说内网的状态呃我们现在要实现外网访问的话我们必须把这个呃我们的内部的地址绑定我们的域名 或者是说把这个呃我们的叫什么网站映射出去好吧那我们现在呃有其实有很多种方法呃我们就边说边讲吧呃首先我们做的这个这个过程可能有点复杂但其实很简单啊用到的东西就是首先一个就是我们前面升级的一个域名 啊我这边升级的一个小强club.ml大家升级比如大家大家呃申请的什么就是什么了大家进入这个管理界面 然后后面选择这个管理工具域名服务器好这边呃先选到这个呃我们等一下要用到 然后这边我们需要用的一个 你像这个这些东西的话我到时候都会放在呃放在我上一期视频跟大家讲的这个呃这个里面呃微信公众号里面大家回复免费网站 呃里面的用到的是需要用到的数据或者资料都会放在里面大家根据需要下载就行了呃那比如我们现在这个点击域名对不对这个地址在这边 然后现在我们要解析的话需要用到一个dns解析dnsdns的解析域名解析呃那我们我推荐的是腾讯或者是阿里吧 那我这边以腾讯的dns解析为例域名解析为例首先我们登呃复制这个网站啊登录进去啊就是这个了啊 大家没有的话自己注册一下那我这边自己也有绑定了域呃域名那我现在以一个全新的域名来绑定给大家演示好就以这个为例这个是 小强club.ml呃那我们首先域名解析然后找到这个添加域名我们把要添加的域名添加进去 小强club.ml好确定 添加完之后我们点击进去 好他现在呃记录自动导入dns记录就是扫描我们现在有没有这个记录 现在是肯定没有的因为我们那个呃服务器都还没有添加对吧 好这个可能这个要一点时间大家等一下 好呃这里是没有扫描到记录大家看一下呃对不对呃那我们现在的话这边是需要比如我们这边要添加记录对不对 是添加不了的因为我们现在这个还没有开启这个呃这个叫什么呃 还没有绑定他这个dns的服务器在这边我们他一开始默认的是这个free mon nom这个服务器我们这边需要把它调节呃换成这个自定服务器好自定服务器那我们这边需要呃知道这两个值看到没有这一个记录值大家看一下第一个 好服务器第二个 这一个我们把这两个添加进去然后更改服务器确认 这一个作用就是说我们现在呃简单的讲就相当于是我们把这个权限交到了这个腾讯的这一个这个叫什么呃这个域名解析这边来啊呃我们现在就可以直接在这边添加记录了好呃那我们现在这边我们看刷新一下 现在也是还是没有的记录是没有的但是我们看一下那个服务器绑定成功没有看一下 好那这边我们呃可能还有一点时间等待那我们就不管了我们先进行后面的操作我们这边的话因为是呃呃叫什么我们上次讲的是一个叫什么群晖的吧群晖建站 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呃那我们现在是家里面的网络对不对我们需要对家里面路由器进行一个设置 好我这边我用的是软路由大家的路由其实也是一样的呃可以跟到我这个一起是一样设置我的地址是192.168.1.1 好我们进入这个我们的路由器后台 好进入之后呃大家可以参考啊这个是因为每个人的路由器呃不一样呃但是主大概的设置是一样的我们这边选到网络 我们这需要做一个呃一个端口映射吧我们先做一个端口映射吧要做的事情可能我后来发现还是有点多的我们先做一个端口映射就是网络 然后防火墙然后再端口转发做一个端口转发那我这边已经做了很多转发了呃首先我们需要把我们的呃就是我们前面这个NAS我也登录一下吧 点1点1点111点 好我们登录一下NAS 我们看一下我们前面的这个webstation 这个设置映射 我记得没错的话我们是映射了12345对吧 对12345 啊我们这边 是 好我们这边就先不管了因为我这边是要到时候把这个网站直接映射出去的啊就是我们现在这边要添加我们现在的网站就是小强club 小强club点什么点ml 好 这边再选择一下 我们的网站001 然后再选择这个 然后再选择这个 这个好 确认 好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就呃设置好了到时候我们直接访问这个网址就行了 然后后面我们现在就要做一个端口转发 端口转发就是说呃我们要把这个网口这个端口能在外外部可以访问 外部可访问我们这边是80端口跟43端口呃这边跟大家讲一下很多运营商可能是说他的80端口是封掉了 啊你访问不了你怎么设置都不行啊就说有些人可能失败不知道原因就是在这里了你大家可以换一个端口啊我这边我自己的好像是没有被封的我就这种给大家演示吧 80端口跟443端口呃80端口就是http443就是呃https就是安全接口 好我们这边要做的端口转发其实我这边已经做了我就再做一遍就是呃随便起个名吧我们比如说wp 对不对wp一吧然后这个外部端外部端口我们选择80内部端口也是80对不对然后选择我们这个那次的那次的内部地址我这里是111大家呃大家根据自己的呃具体的地址选择 选择完之后选择添加一定要点这个添加要不然就是白填的然后就添加完一条之后然后再填第二条换个名字比如哦对不对然后这个443好443对不对然后再添加最后再保存应用我这边就不添加了因为我这已经添加了我给大家看一下你大家看一下这个wordpress这个是不是80443我这已经添加了所以我这就不再添加了 嗯大家添加完之后呃大家添加完之后看添加完之后我们这边现在就要做一个事情了就是要把我们的这个呃端口映射出去把这个动态解析啊不好意思说错了是做一个动态解析啊那就是我们这个软路由我是用的是这个叫什么 这个工具 动态玉米解析工具 好 我们点进去 这边 大家看一下 我这边其实也已经 已经有了 已经做了 这边会需要用到一个 大家看一下 如果你是也是跟我一样的是 那个累的轮路油的话 大家看一下 这边有一个需要用到一个 叫什么 宵夜码 宵夜码2 就ID跟 每一个不一样 看一下 我们现在用的是这个 DNS POD 就是腾讯的 好 那这个东西在哪里呢 大家来看一下 这个东西是在这里的 我们需要 在 我们先回到总览页吧 然后我们这边需要看一个 用户 找到用户 用户中心 在安全设置里面 然后大家看到一个这个 API吗 这有个API 我现在这已经是开启了 如果你没开启的话 你就这边开启 我这边给大家查一下 查看一下 我这边已经有了 这个东西 如果你没有的话 大家可以创建一下 创建一下 然后做一个文件夹 做一个文件 保存一下 把这两个这个ID跟这个东西 保存一下 后有用的 这个ID就是我们这个 这里要填的这个宵夜码1 这个TECON就是这个 宵夜码2 好吧 然后弄完之后 我们要做的就是 添加这个记录了 添加记录 首先我们点 选择服务商 这个DNS POD 然后选择接口 肯定就是万口了 然后这个子域名 我跟你讲 这个是什么意思 信号就是说 二级域名 二级域名 就是所有的 二级域名 就是比如 我们就是 现代的域名 这个叫什么 小强club.ml 对不对 那如果你打的这个信号 就说明了什么 比如是3w.小强club.ml 或者是 某某某某点 小强club.ml 都可以访问到这个来 就是新的意思 然后这个 呃 我们选择一下 小强club.ml 对不对 然后宵夜 宵夜码1 呃 大家填一下 宵夜码2 我这个 我自己都忘了 我要找一下 呃 稍等 我找一下我的 呃 我都不太记得了 我要去找一下 我好像存在网盘里面了 呃 叫什么来着 呃 大家稍等一下 我找一下 嗯 我这个已经找到了 我这边填一下吧 嗯 我看一下 这个 好呃 填完之后 然后点添加 好就进去了 然后这个我们填保存 他这个不需要我们去 这个控制台 配置的 他会自动上传到那个 控制台 好 我们看一下这边添加成功没有 我们去域名解析里面 看一下 嗯 添加记录 他这个好像没有添加成功 我再看一下刷新一下 等一下 呃 我看一下日志 他这个有时候不是实时的 可能会需要等待一下 我再提交一下 看一下 看一下 看一下日志 GQ 好 添加成功 我看一下这边有没有 好 现在有了 来看一下 这条是已经添加了 呃 那我们现在测试一下吧 呃 如果是正常的话 我现在输入这个网址是可以访问到 可以访问的 点ml 嗯 他这个解析可能是 还需要点时间 我看一下 他不是实时生效 有些会有延迟 我们等一下吧 好 呃 等了 我刚刚 等了差不多10分钟之后 这个 才好 呃 我平时都不用等那么久的 呃 看一下 呃 小翔club 点 ml 对吧 大家看一下 这个现在还是访问不了的 我刚刚跟你看一下 还是访问不了的 但是 呃 这并不代表他没有成功 有时候大家也可以测试一下 呃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看一下 我现在访问 呃 不好意思 打错了 呃 这个 我访问我的 现在我可以通过外网访问我的 我的NAS了 呃 对不对 说明他这个 域名解析已经成功了 但为什么我访问这个 呃 显示不了了 但是他不是显示不了 其实是已经连接了显示正确了 403这个东西 他是呃 访问 为什么 因为好像我上 刚刚前面讲说我的80端口没被封 但是现在好像又被封了 好吧 所以访问不了 所以现在我们现在怎么办呢 呃 如果你的自己可以测试一下 如果你的80 这个43端口是正常的话 那就不用管 就可以到这一步的话 等他解析成功的话 他就可以正常访问了 你的访问你的这个站点了 呃 但是现在不能访问的话 那我们只能 呃 用端口了 那我们现在这边已经 呃 看一下 我们已经绑定了一个端口了 对不对 那现在怎么办呢 绑定了这个端口之后 那我们要万望访问 我们要另外添加一个 呃 端口转发 大家看一下 现在是访问不了的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 12345 对不对 啊 现在可以吗 啊 好像是不是我已经添加了这个端口转发 给大家看一下 呃 我好像是添加了这个端口转发了 已经 呃 大家 添加一下吧 345 呃 然后大家只要添加一个 如果你不添加这个端口转发 是访问不了的 然后现在你添加完成之后 你大家看一下 可以是可以正常 是可以正常访问的 或者是用我们的内部IP 是不是也可以访问 然后 外网 外网访问就是这个了 呃 呃 点 点多少啊 点ML 对 啊 都是可以正常访问了 呃 到这一步的话 呃 基本上这个 就什么 端口映射 跟域名解析这一块 就基本上解 呃 弄完成了 出了一点问题 呃 可能效果不太好 呃 不过大概我感觉 大概还是讲清楚了吧 呃 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 可以在那个 我的微信公众号 小江club 或者的我的微信公众号 或者我的微信号里面留言吧 呃 因为我那个其他地方留言的话 可能我看不到 因为 呃 时间原因 然后 还是所以希望大家能统一的 这边留言有问题的话 我到时候有空的时候 看到会进行回复 好吧 那罗嗦的这么多 呃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吧 呃 如果我的视频对你有用 呃 麻烦 呃 订阅一下 谢谢 呃 再见 下集 organic 点赞 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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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